我现在呢 我想要去画什么 通常不会去比这个检验的批数 而是会比那个不合格率 不合格的那个批数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 这几年各类产品 各类产品的不合格的比例 所以新增一张工作表 来请先新增一张工作表 首先我们先画什么 先画各产品类别的不合格批数 然后接下来呢 这是FA是各年的总和 那我怎么样变成就是说 我分年来去呈现呢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粘度 把粘度直接搬过来 搬到颜色 在接下来我不是要分别呈现 这一个一个的bar 我要改成折线 最后记得把一个值拿掉 这个总计 总计哪里会有总计呢 这个产品的主类 把这个总计拿掉 好来开到最大 我们来去看一下 101年这个年呢 它呈现的意义是什么 它所呈现的意义呢 是这里面最多 什么叫最多呢 它就是销售的销售的情形是最多的 对不起 那个检验的批数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刚刚曾经在这个地方各年度 我们是不是有把那个101年特别标红色 所以这边它会继续沿用 跨工作表继续沿用 当然我们可以分别去修改它 变成编辑颜色 编辑颜色 这边选择自动 那这个地方呢 刚刚我是不是一个一个手动来去调整 这边重新去安排 重新去安排 OK 它这样就变成五种不同颜色 甚至在这个地方请稍微再注意一下 这个编辑颜色 你习惯用那个之前的版本的话 在这个地方它的颜色是非常多种变化的 比如说我选到 我想要各位能不能了解 就是九点插板的颜色会比较浅 会比较浅 我每次我都要手动来去调整 所以我刻意在使用的时候都会使用这种特殊的 特殊的就是说更深一点的这个 比如说Colorblind 然后OK 对不起我刚刚没有再按一下它 所以编辑颜色选择这个Colorblind 然后记得 Azine Azine 然后OK 好 我只是说 只是说让我们在视觉上看的时候会觉得说 在这个地方有不太一样的一个呈现 不要太浅颜色 好再接下来如果您觉得这线条不够出 你都可以再用format 来去做修改 好我们先不改这个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什么 看到FC啊 FC一直都是在就是说 这个AFB FC FD FE 这五个产品类 食物类别 里面呢 FC是最多的 就是检验的比数啊 FC是最多的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就是不合格的P数啊 最多 不是那个检验数喔 是不合格数 检验数是不是FD是最多的 刚刚在这个地方看到吗 检验数FD是最多的 好 那个所占的比例 100件里面将近有4乘5 都是在检查FC 那FC FC 是不是检验到很多不合格的 所以他理论上应该抽样数也要够多 好 那个检验数也要够多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呈现 FC喔 每一年都是喔 每一年都是FC最高 FC是哪一种食物啊 好 钥匙料 又 还有香辛料 还有米 花生 食用花卉 好 冷冻蔬菜 可能因为是用海韵吧 所以比较就是 就是摆太久了 才运到我们这边 好 那重点是 我们在这边可以得到一个资讯 就是说 呃 就是在所有的 食品里面呢 不合格的批数 以FC 这样子的一个 食物是最多的 好 这我只是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把这工作表做好 例如说这叫什么 那个 各类食品 不合格 各类食品 不合格 批数统计 好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会写说 FC 比较多 那 这边 通常 通常我们会看一下 就是说 你有没有发现哦 FB这边哦 FB这边哦 就是说 可以发现就是 FB啊 在这一年 这一年 特别高耶 有看到吗 然后呢 呃 这个 这个是 104年FC 特别高 有看到哦 就是 当我们在看到一些 自觉化图表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去写 第一个 你看到什么 第二个 你看到什么 那像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在这地方 就是 感觉起来 104年FD这个食物呢 不 食品 不合格的 批数是下降的 是下降的 是下降的 好 你可以大致上看到这种情形 那F1呢 每一年都很低 好 那 尤其我们还要去看那个变动 变动 像这个 这个其实它的变动 就算比较大一点 变动 他 就是 我们会去看看 是不是 例如说这是100年 这是101年 然后102年 103年 104年 那我就 好像看到了一个趋势 就是说 那个 不合格 好像各类食品 各类食品 都会随着那个 年数 都有越来越多的情形 可是 除了FA FA好像是颠倒的 你有没有发现 这是民国100年 101年 好 它的排名顺序 排名顺序 它是颠倒的 跟 这个 FC 对不对 是两个完全颠倒的一个方式 好 这只是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 在这边 如果有兴趣 可以再继续去 探索这里面的资料